新的就是说 再来除了要画出来之外 可是你也不能太慢 那你用什么方式最快 其实在那个CAT里面有个所谓的侧点 侧点呢 就是可以让我们重复 比如说你画比例对不对 像这个地方 他的比例我们可以这样 先画出一个 然后第二个跟他这些什么关系 他的几倍呢 两倍 这个是 三倍 四倍 五倍对不对 那画完之后再旋转就画完了 那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变成比例一次 比例两次 比例三次 比例四次 很花时间 要不然你要重画 画一个圆 画两个圆 画三个圆 然后再踩 那干脆画弧会比较快 弧是半圆 然后呢 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用什么方式 这个画法会比较快 快一点 OK 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先把外面的这个圆先画出来 这个圆的话呢 半径35 OK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要先把那个刚刚这个里面 第一个这个弧先画出来 那个弧的部分呢 我讲过了 弧一定是哪个方向呢 逆时针方向 所以起点在哪里呢 起点在这里 终点在这里 因为它是半圆 所以是角度多少 半圆呢 一半 180 所以起点在这里 终点 记得一定是逆时针方向 你不能那个随时针方向 就变化到下面去了 然后180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用那个画弧的方式来做 弧 起点 终点 角度 起点 起点在哪里 起点是相对于四分点追踪过来 所以你可以先移到四分点上面 然后呢 移到四分点之后 然后往这个方向会出现虚线 终点